從十一歲開始 武之錦 李奈就夢想加入自衛隊 身為輔導地震的受災戶 武之錦 小小年紀就受到女自衛隊員 穿梭災區照顧災民的英勇背影 所感召 二零二零年 他如願成為其中一員 只是還沒展開救助和防衛 國民的任務 他就被迫站上了另一個 更殘酷的戰場 進入自衛隊之後 武之錦就陷入性騷擾的夢夜 在走廊被摸臀 被人從背後熊抱是家常便飯 遭到學長同僚碰觸身體的劣形 更接連不斷 武之錦向上通報 得到的回覆是證據不足 二零二二年六月 他將自訴的影片放上網路 也透過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FCCJ 對外揭發整起事件 武之錦的訴願 獲得超過十萬人連數 逼得防衛省重啟調查 最後武之錦公開軍中性暴力的行動 被視為挑戰日本社會的禁忌 除了家人不支持 更多的網民群起攻擊 詆毀他 不過他的勇氣喚醒了 有同樣遭遇的女性隊員 防衛省接獲得一百多起性騷擾的投訴 掀起軍中MeToo的運動 在美國時代雜誌的次世代 百大影響力人物錄中 形容武之錦不畏社會眼光 為自己和其他相同處境的女性挺身而出 並且堅持到最後 為受害者開啟了一道大門 不必獨自背負傷痛 剛本控訴傑尼斯事務所創辦人 強尼喜多川的性侵宣言 讓流傳多年的公開秘密 攤在陽光下 也再度挑戰日本社會 看待性騷擾事件的底線 傑尼斯最終公開道歉 換掉社長 但難以阻止男團帝國形象的崩壞 隨著越來越多傑尼斯受害藝人出面 以及媒體的大篇幅報導 顯示日本社會一反過往 避而不談的無視做法 轉而關注性騷擾受害人的權益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